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毛山姐 手机我们天天不离手,每天都使用 那么使用手机通话的时候 这个音量特别小,该怎么办呢 其实只需要在这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平时我们在使用电话的时候 打电话或接电话总感觉话筒声音比较小 其实我们是没有打开手机的这个设置 第一,我们先说一下安卓手机 华为,打开手机的设置 然后找到手机的辅助功能 打开后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个无障碍功能打开 那么在无障碍界面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有一个单声到音频选项 我们将其打开 这样就可以提升通话的音量 第二,我们再说一下苹果手机 同样打开设置 然后找到辅助功能 在辅助功能界面 我们找到音频视觉 进入这个界面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单声道音频 把这个选项我们将其打开 它的作用是将双声道的声音 合并成单声道的音频 是由两股小声合并成一股大声音 其次是将下面的电话降噪也打开 这样我们在通话的过程中 不仅声音会提高了 而且也可以提升通话质量 没有杂音 第三,就是话筒落入很多的灰尘 相信很多朋友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声音很大 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会变小 那很有可能就是话筒和听筒 落入很多的灰尘 我们该清理一下 首先准备酒精 我们倒在瓶盖上 再准备一根牙签 将棉花缠在牙签的肩上 之后将牙签头 我们直接沾这个酒精 再用这个棉花呀 直接去擦拭听筒 话筒 里面会有很多的灰尘 造成堵塞 所以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小 听不清楚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 酒精呢是易挥发的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用水去擦拭 擦一擦 之后我们使用手机 你就会发现 音量不仅变大了 而且通话质量也好了 没有任何杂音 以上的三种方法 你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手机音量小 如何变大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什么闪解 都说每天吃一个苹果 医生远离我 吃苹果对身体确实有利 但是大家知道 苹果是早上吃好 还是晚上吃好呢 今天就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说到苹果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它的营养不仅丰富 酸甜可口 而且苹果一直大家公认的好水果 大家都知道 吃苹果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但是你知道吃苹果也是分时间吗 那苹果是早上吃好 还是晚上吃好呢 第一 首先说一下早上空腹吃苹果 我们睡了一晚之后 起来身体的水分都被消耗掉 糖分同样也被消耗掉 这时候早上如果空腹吃苹果 就可以把晚上失去的糖分给补充回来 而且苹果中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 那么我们早上空腹吃苹果呀 就会很有效的吸收这些营养成分了 这也就是说很多朋友喜欢早上吃苹果 第二再来说一下两餐之间吃苹果 在两餐之间吃苹果不仅能够补充里面的营养物质 同时不会增加消化负担 如果刚吃完饭的时候吃苹果的话 那非常容易增加胃部的负担 最好要饭后一小时或两小时之内吃苹果 这样最好 第三就是晚上睡觉前能不能吃苹果呢 有很多朋友晚上没有吃晚饭的习惯 就会吃一些苹果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记住不要睡前吃苹果 因为苹果是属于酸性水果 睡前吃会增加胃酸的分泌 同时会产生胃胀的感觉 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如果要吃的话 最好像我刚才说的 睡前一小时或者是更早 而且晚上吃苹果是不利于消化的 会使苹果中富含的糖分转化为脂肪 在体内累积 所以在睡觉前的时候就不要吃苹果了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小安姐 年底快过年了 相信我们用钱的地方是非常多 那么我们拿银行卡去银行 取完的钱需不需要再数一遍呢 很多人说不用数 又有人说必须数 哪种说法是正确呢 赶紧了解一下吧 大家都有去银行取钱的经历 但是每次取出来的钱 大家会数一数吗 首先我们在银行 取出来的钱是非常有必要 再重新数一下 因为这个钱呀 我们千万不要疏忽 大家都知道银行有一个规定 就是离贵该不负责的 如果取出来的钱 我们没有当面再数一遍 回家之后发现少了 或者是有假钞 那就和银行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从银行取完的钱 一定要在银行亲自再数一遍 如果金额是比较多的话 我们可以借助银行的点钞机 再重新数一遍钱 而且借助点钞机呀 也可以分辨出真假钞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而且也有一些银行呀 在你取钱的时候 也会直接问你是否再要轻点一次 那如果银行工作人员 没有要求再给你轻点一遍呢 我们也要自己的求助 贵员 再帮我们进行点钞一次 这样也能避免出现问题 造成双方麻烦了 虽然取款机出错和发生故障的几率 是比较小的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难免里面会有一些出现 折角缺角和假钞的纸币 所以在取款机取完前 我们要认真的轻点一下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及时联系工作人员来处理 千万不要离开取款机 最后提醒大家 平时我们在资助取款的时候 一定要小额取款 如果金额超过一万元 我们最好要在柜台取款 这样就可以借助点钞机来清点我们钱 其次就是我们取完钱后 一定要在银行有监控的范围内来清点钱 这样也是更好的保护我们 一面出错造成没必要的麻烦 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银行帮助的 银行工作人员也会积极配合 所以我们从银行取完钱后 一定要认真的清点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取完的钱需不需要数了吧 看完视频呢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毛闪姐 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 手机会弹出更新系统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手机需不需要更新呢 不更新又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今天就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平时我们使用的手机 不管是安卓手机还是苹果手机 都存在着系统更新 那么一旦手机弹出了要更新新系统版本 那么很多朋友在纠结 需不需要更新呢 更新了又有什么缺点呢 不更新又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了解一下 第一更新系统的优点 优点就是可以提升稳定性 而且还可以提升流畅度 其次呀就是添加一些新功能 一般刚新出的系统是不太成熟 会存在许多的漏洞 所以使用后会根据用户的反馈来修复系统漏洞 就相当于一个补丁而已 那这样更新后系统会变得更加成熟 从而运行速度硬件进行优化 让卡顿的手机变得更流畅一些 其次呢就是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让使用手机的用户更好的体验 第二我们再来说一下系统更新的缺点 那么更新后有可能会降低性能 其次呢出现卡顿 这就是有很多网友说不喜欢更新 更新后反而手机卡顿了 其次就是新系统还不够太稳定 手机更新后虽然系统会优化和修复好 但是还会存在新的漏洞 导致系统无法开机或者是蓝屏 再就是出现手机自动关机等 更严重的情况会导致手机卡顿直接用不了 第三更新系统的建议 如果手机使用时间超过两年或者是更久 建议大家就不要升级了 因为旧款手机配置太低 已经跟新系统有一定的差距了 而新的系统呢 主要是针对新款手机的配置使用 所以升级系统需要谨慎考虑 最后总结一下 新系统是否对自己有帮助 如果没有帮助的话 我们最好不要升级了 如果想升级的话一定要做好备份 而且要保证电量充足 最后教大家如何关闭自动更新 打开手机系统更新的页面可以看到自定自动更新 将它打开之后我们看到是默认开启的 我们将它关闭 这样以后手机就不会自动更新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就知道手机是否该更不更新了 那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